有一大片茂密的大森林 住着一个年老的猴子 这个猴子总认为自己拥有着神奇的法力 有一天一个城里的人在林子里迷了路 遇到了这个老猴子 老猴子答应带他走出森林 老猴子说 我带你走出森林 但是你必须要屈服于我 我才能帮你 老猴子提出了条件 这时候似乎老猴子有法力 那个城里人居然心甘情愿 当起他的奴隶 每天任凭这个老猴 指使他骑在他的脖子上 消遣于乐 指东到西 后来林子里来了一群猎人 当猎人们看到一群猎人 猎人们看到一群猴子竟然骑在人的身上的时候 他们惊呆了 猎人捉住了猴子 把他和那个人一起带到了城里 那个人回家了 猴子被送进了动物园 那个人回到城里之后 马上就觉得猴子的法力对他再也不起作用了 他经常去动物园看看那个老猴子 发现那个猴子看见他之后就冲他发怒 也不过朝他挥挥手船头而已 扔个香蕉皮什么的 可是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故事告诉大家 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在所难免 但如果我们遇到困难 就去求别人把摆脱困难的希望都寄托在外面的环境上 你就难免被别人控制 失去自我和尊严 所以有的人为了一点钱和名和力 拼命地去做着自己都不愿意做的事情 很多人为了自己能够得到名牌 不惜伤害父母给自己的肉体 有些人为了得到一些名 不惜下跪于那些无知的伤害过他的人 所以我们学佛人要有骨气 无欲自然 心如水 没有欲望的人 那是一个有人格的人 一个人不去求别人 就没有别人可以控制你 所以不去求别人 求自己 那才叫真正的拜佛呀 有点赞 发展 不是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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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